剛剛看到各地區的候選人陸續在抽號次 也就代表總統大選進入到倒數 那麼過去看到這個圖表 就是可以看到中共不實的軍艦 以及共機在擾台 但昨天出現的這一顆空飄氣球 就是因為中共擾台的動作又來得更多了 昨天深夜國防部公布 大概時間11點19分的時候 爭獲了這一枚中國的空飄氣球 已經越過了海峽中線 從紫色這一條來看 不僅越過的中線是距離 我們整個西北部是越來越靠近 最後大概是在基隆 東北方大概63海里處 持續向東來飄行 凌晨3點左右已經消失不見 這已經是本週第三度 再度在台灣的周邊出現了中國氣球 就在選前的時刻格外的敏感